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是韦杰先请韦杰帮我们掌握一下 整个国际股市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道雄公会指数 在礼拜五的一个表现 在道雄公会指数表现的部分 我们说在这个红KK棒的下源 基本上它是一个支撑区 在过去10月份以后 10月下旬之后就被跌破 所以变成支撑变压力 那接下来如果能够 它回去到这个压力区之上 去站稳的话 基本上对于美国股市来说 会有一个比较属于 这个反弹的一个行情 那我们就简单再帮各位画出 这个一个简单的形态 这边有一个左肩 然后有一个底部 那这边可能会有一个 相对的时间对称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对称波的这个时间 大概是在两个礼拜左右的交易日 也就是说在这个礼拜开始 两个礼拜的时间点当中 都是美国股市多方攻击的 非常好的一个时间 如果说这两个礼拜当中 美国股市没有办法 持续的往上攻 而超过了这两个礼拜的 这个时间对称的时间 那很有可能在接下来 就会开始往下去 进行一波回挡修正 不过我认为 其实从整个美国股市的一个 重点来进行掌握的话 可以看一下在NASDA指数 因为在科技类股过去是跌最深 而且是领先起跌的一个个股 那变成是整个美国股市当中的一个领先指标了 那在NASDA指数的部分 这个多方的缺口 如果在接下来没有被封闭掉 那么代表说整个科技类股反弹的机会是还蛮大的 只是说在这个相对于 这个10月11号的这个长红K棒 就是说在这个10月中的这个长红K棒的低点 能不能够去做突破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道琼工业指数 是已经往上去进行突破的一个发展 但是在科技类股 在苹果的财报影响的情况之下 也没有去往上去进行挑战 所以同样如果它有机会站到这条颈线之上 同样它都会有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去进行多方的一个表态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属于短线的一个趋势 在短线的这个趋势当中 基本上如果美国股市能够 趁着这一次这个企业股票的回购草 能够去往上去进行一个反弹 甚至占上重要的关键价位的话 对于美股到年底之前的行情 应该都还算是还不错的一个反弹 那么在整个费半指数的部分是 所有的美股指数当中最弱势的一个指标 但是它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也是一个比较属于强势的一个反弹的指标 那么我们看到它突破月线之后 一路的往季线去进行挑战 那我们说下跌的过程当中 看的是压力不是看支撑 所以基本上它的压力点也是在这边 它已经突破了我们之前讲过的1200 所以基本上短线费半指数的1200点就是它的一个短线的支撑 只要未来没有去进行跌破的话 对于费半指数后续的反弹行情来说都是有帮助的 那压力点就比较高大概在1300点这个地方 或是一个中期的一个反压区 所以其实从整个美国股市的视觉图进行一个掌握的话 你会发现到大概就是红红绿绿涨跌互件 那红色是下跌绿色是上涨 那你会看到其实在红色的板块上面 都是相对比较偏大的一个族群 也就是说板块偏大是属于这个全值比较重的个股 那尤其是在这个保健类的这个板块当中 其实都是跌翻天的 那另外在苹果的股价上面 我们在礼拜五的早盘也跟大家及时更新了 在苹果财报公布之后 它在盘后盘的一个表现 果不其然在礼拜五的晚上 苹果的股价仍然是非常的弱势 连反弹都弹不动 其实最主要有几个原因 大概就是来自于苹果 它对于未来 第一个它的销售数量不再对外公布 基本上不对外公布销售数量这件事情 对于外界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消息 再加上它所释出的这个财务预测 也就是下一个季度的财测 其实是低于市场上的预期 所以其实对于苹果的股价来说 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压抑的效果 那另外在金融类股的部分 画面左下角这个区块 金融类股基本上反弹的幅度 也是相对的比较弱 所以其实在整个美国股市当中 这个短线上面 似乎有因为要面临到了 美国的期中选举 出现了一些短暂的 这个观望气氛的一个现象 所以其实在未来的这个影响上面 短线消息面的影响 就会跟美国股市的美国的这个 其中选举会划上等号了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其实川普的共和党 跟民主党之间的一个角力 到目前为止是非常的白热化 而且几乎都是属于一个 这个势力相当的一个状况 到底谁会赢对于未来的 美国股市的走势 我们等一下在节目的下半段 会一并的帮大家做掌握 那当然美国股市未来的一个规划 就会影响到台北股市 那当然在短线上面 今天的台北股市 那个确定苹果的股价 是在交易的时候 是持续的重挫的 那么对今天的盘面上的 苹概股的股价的影响 就会比较重一些 那所以今天的台北股市 我想其实即便有一些开高的状况 都会有一些走低的压力 甚至在平概股身上 这些调节的力道 都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其实大家在操作上 要非常小心风险的产生 好 这个风险的部分 其实也要告诉大家 从国际股市变化 利空来袭 一桩接着一桩而来 能不能利空测试 结果挺得住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下 首先来看到物价涨风起 恐怕逼着FED要加快升息了 这里头包含在这个油价的部分 那么FED加快升息 美国企业财报记之下 透露出五大隐忧 为什么特别这么讲 从过去看似企业财报之后 都是重量级 看似利多 结果很多都在走利空 利多出境了 甚至有的变成是一个 利空之下的话 就要特别的小心了 旺季库存穴下降 苹果的财报 真的是事有蹊跷 那么这个话题的话 等一下就要请伟杰 帮我们好好掌握一下下 这里头也包含像 300亿人民币里头 树棍基金也跟着出拢 对于陆股而言 这股的买牌势力 还可以再进驻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物价涨风四起的部分 这个是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 有特别利用消费者物价指数 然后跟他的一个 投资者信心的指数爆棚 信心爆棚的一个发展 来提醒大家 其实美国股市 它在这一波 10月份的回档修正的过程当中 投资人的信心 都还是非常的强大 也就是说他们相信 川普领导的政府 会有机会让美国的股市再伟大 那到底怎么样 我们等一下节目下半段 帮大家做一个预先的趋势规划 让大家能够进一步的掌握 到底美国股市后续的变化 关键的重点在哪边 那当然这个FED的升息的部分 会跟这个物价通货膨胀 会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当然在上个礼拜 我公布的这个非农就业人口 持续的大幅度增加 而且是大幅的优于市场预期 再加上整个薪资的成长幅度 也超过三个百分点 当然对于市场来说 会加深在年底12月份 FED升息的一个几率 那当然确定来说 12月份的升息 大概已经是预期是一定会升 重点在于 接下来FED的利率政策 有没有办法能够持续的 去做升息 如果一旦FED是持续升息 那么对于整个 全球的资金的紧缩来说 就会有一个相当大的影响 那么再透过 乘数效应的影响 就会造成整个 全球股市的一个动荡 那么再加上FED 再持续进行缩表 各位从今年的10月份开始 FED缩表的规模 是每一个月 用500亿美金的规模 在进行收缩 也就是说如果是明年 假设用500亿去估明年12个月 就会超过6000亿的美元 从市场上被回收 那6000亿美元 是还是单就 没有加计陈述效果 以目前美国的一个 债务状况去进行一个 不精确的估计来说 美国的整个 货币陈述效果是5倍 也就是说当明年 FED是收缩回了 6000亿美元的同时 你要乘以5 也就是说它会同时 从市场上收回多少 3兆 3兆美元的规模 所以其实就整个 资金流动性的 这个紧缩的程度来说 是非常的快速 那么包含在 ECB 包含在日本央行 其实也都有同样的一个 举措 所以在整个市场上的部分 要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不是只有FED升息会有危险 是全球的央行 去同时进行紧缩的时候 金融市场的动荡 会更加的剧烈 那另外在美国财报 周的部分 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确认一个方向 就是当这一季度的美国 上一个季度 美国财报公布之后 它是属于一个利多出镜 原因就在于 不断不断的企业的经营成本的上升过程当中 这个地方的成本 包含我们刚刚所提到FED的利率的上升 包含到薪资的成本的增加 或者是一些原物料成本的上升 其实都造成了企业经营成本的往上提升 那往上提升它会造成它的售价要调高 一旦售价调高到消费者无法接受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 所以会造成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是往下走 消费的力道是往下走 所以会影响到上游的厂商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在整个美国财报公布之后 才会有整个几乎是S&P500大的企业 对于明年度的整个财务预测状况 都是属于下修的状况 看苹果最明显 那苹果的部分又可以看到说 其实它的整个对未来的销售的这个展望不好 其实可以从它的这个库存下降的一个状况当中 可以看得很明显 因为这个库存水位基本上 在一间厂商在预期销售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 都会有一定的倍量存在 当这个库存水位太低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所以要如何能够掌控这个库存 我们看到在上一个季度的苹果 它的库存的金额是大幅度的往下掉 而且是连续两个季度的往下掉 这代表着不是产品销售速度很快 是它原先的倍量就倍不多 所以它本来就预期它的销售数字会持续往下掉 所以为什么苹果它在整个经营策略上面会出现 我把售价调高去弥补销售量的下滑的这样子的一个经营策略 而当销售量下滑的时候 其实对国内的或者是国外的这些苹果供应链厂商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利的一个经营策略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供应链厂商靠的都是量 你要去用量来制价才有办法获得营收获利的成长 可是当它的上游厂商或者是大客户 它在销售的整个产品的数量是大幅度往下滑的时候 对于它们的营收或者是获利来说 都会是一个比较属于减缓或者是衰退的一个状况 所以对于国内的苹果供应链概念股商当中 对于未来这几年苹果的表现来说 都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的隐忧存在 那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的这些 300亿的纾困基金出楼 我想其实中国大陆它在做任何政策的时候 都是一个组合权 不是说单就看一个所谓的300亿的纾困基金 就能够说未来的中国大陆的股市会如何 要注意一下这300亿的纾困基金 是到实体经济的民营企业当中 不是直接丢到股市里面 所以基本上大家不要因为看到了 300亿人民币要去进行纾困 就直接把它联想到中国大陆的股市要上涨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在看一个政策跟货币政策的时候 都是一连串连续下来去做组合权的一个发展 不是单看一个政策就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跟决定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这种消息的时候 一定要稍微去留意一下其他层面的一个影响 而不是只有看到这个 我就觉得入股会涨不是这样的 那过去中国大陆股市的部分 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 这里就不再赘述 只是先告诉大家 不是单看一个利多的消息 就去确定接下来要去怎么投资 这个是有风险的 所以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 不要太过度的相信市场上的一个消息 或者是依赖 尽信输不如无输 那不如我们直接去留意到 整个股价面的一个表现 才会是真正反映未来的一个观察重点